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 这个基督教要义经讲系列的课程 那一直以来呢 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第三卷的第二十章 我们学到了关于祷告的那种 二十章主要谈祷告 我们也学到了这个祷告的性质 正确祷告的四个规则 然后也回应了那些认为 上帝竟然也听那些不完全的祷告 那么何必追求那种完美正确的祷告呢 这种质疑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祷告的忠保 即便我们竭力追求 这种按着神的话要求的 这个正确的祷告 其实我们的祷告仍然有瑕疵 所以我们仍然要靠着 我们的忠保基督 在神的面前蒙愿 所以我们同时讲了基督的忠保的 在祷告上的重要性 也驳斥了那个天主教 以圣人为忠保的这样的 错谬的主张和做法 然后呢就谈到了祷告的种类 分为私道和公道 然后也谈到了那种语言性的祷告 以及诗歌性的祷告 然后从上一周开始 我们就学习到了这个祷告的规范 主导文 我们一开始学习了主导文的序言 以及主导文的祷告 简单介绍了一些主导文的性质和一些结构的问题 内容的问题 然后我们谈到了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个实际上是主导文的这个祷告的姿态 祷告的出发点 祷告的关系 祷告的对象 我们和听我们祷告之间的对象的关系 然后开始了这样的内容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正确的 正式的主导文的解释 我们说到加入我牧师主张主导文有六个求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求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二十章的第四十一集 那谈到第一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 我们有必要来思考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个主导文的第一求和第三界名 十界名的第三界名 出埃及记二十章七集里面谈到了 不可妄称耶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你神 耶华的名 耶华必以他为无罪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否定 否定不可妄称 其实就是不可轻蔑 不尽钱的使用神的名字 那主导文是积极的正面的 正面的吩咐教导 而十界是负面的 以负面 以否定的方式来命令 所以其实他俩的精神是一致的 都是让人去尊神的名为圣 不可妄称和尊神的名为圣是一个意思 那在这里面我们想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 出埃及事件 然后紧接着上帝教导以色列百姓 要如何在神的面前献上合一的礼拜 教导这些刚蒙救赎的百姓如何侍奉礼拜神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有必要一个做一个基础性的思考 单纯思考一个命令很简单 但是我们盼望一个更深层的基础性的思考 首先就是神的名 神与神的名 上帝让我们尊他的名为圣 神的名是什么 之前我们也谈到了 这个意卷的时候 谈到神的属性啊 名字等等 其实谈到神的名字 神的名就是上帝自我启示的一些方式 注意 有很多的名字是上帝给人权利去赋予的 就像上帝给亚当特权 让他去给其他的被造物 动物植物命名一样 说明上帝将管理权赐给亚当 因此呢 亚当在命名的时候 就已经证明了 他是在其他他所命名的那些事物之上 拥有特权啊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些原理 拥有命名权 拥有支配权 掌控权 因此圣经里面有很多名字都是人命名的 但是唯独上帝的名字 上帝既没有给我们那种权利 让我们去为他命名 也不可能有那种权利 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了 一旦提到命名的话 这个就是权柄的次序的问题 因为上帝是人的造物主 所以人在作为被造物人是不可能 在地位和权威上 在上帝之上的 而且当命名的时候 说明这种智慧 对他所命名的那个对象 有一定的知识 当亚当去命名给其他的生物的时候 亚当对这些生物有一些洞察力 所以他以他的圈柄给他命名 按照他们的属性 但是神的名字不是人命名的 所以人也不可以随着自己的私意 去为上帝取名字 你可能拜偶像拜假神可以 那些假神本来也不是什么真神 你可随意造他的形象 随意可以立他的名 虽然这个是后来被上帝在诫命当中 已经禁止了 但是神的名字呢 是上帝自己向我们启示的 换句话说 每当上帝介绍自己 他都会以一个特地的名字 来描述自己与被造物 与他百姓之间的关系 所以神的名字 其实就是上帝的自我启示 自我介绍 是介绍上帝的某些特殊的 作为恩典和属性 因此呢 上帝吩咐我们去 不可望称他的名的时候 就是保持对他自身 应该有恰当的 应当的敬畏或者是尊荣 所以当神吩咐我们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第一个时候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 而这个神本身 他的尊荣 神的名字和神本身的荣耀 就成为我们祷告的开始 最高关注的一个内容 所以神的名字 就代表神的属性 神本身 所以尊重神的名字 就是尊重神自己 当我们祷告 切勿求他的名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寻求自己 神自己和他应该受的尊荣 同时呢 我们有必要思考神 与人被造的目的 当上帝命令我们 不可望称神的名 以及透过主教导我们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祷告题目 第一个祷告 就是求神的名字 被尊的时候 这个就不是纯粹的巧合 旧约出埃及 出埃及事件 是一个以色列历史当中 作为旧约神的百姓 在列邦当中 一个民族与上帝之间 建立正确关系的 一个列邦的 一个祭司的国度 一个范例这样的民族 上帝告诉他们 不可望称神的名 以及对于新约的百姓 门徒们教导他们 你们要求 先追求的就是 神的名字得到尊荣 这个不是纯粹的巧合 所以这个我们要从 创造和再创造的目的 来思考 为什么神的荣耀 成为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 格林多前书 十章三十一节 虽然保罗基于旧书 对我们 对格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要 为荣耀神的名而行 为荣耀神 这就是说救赎 你们获得被拯救的 救赎的目的 就是为了神的荣耀 但是救赎的目的 我们透过整个圣经的教导 我们知道 救赎实际上是对 创造目的的一种恢复 救赎的目的 并不是给我们新的目的 救赎的目的 乃是恢复上帝 原初赋予亚当 赋予人类的那个 被造实神的计划 神的目的 只不过是因着堕落 人偏离这个目的 透过救赎人 上帝要重新恢复 人要重新回到 这个原初 被造实的目的 那 以赛亚书七章二十一节 也提到了 这百姓称为 我们原来是为我民族 造得好 他们诉说我的荣耀 其实上帝造人的时候 就赋予他们形象样式 实际上无论是借着被造物 借着那些没有生命的被造物 或者不同层次生命的被造物 和按照他形象样式 被造的人来看 一切都是为着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透过以福所书二章 这个十节也可以知道 我们是原是他手中的工作 在基督里造成的 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 为要传扬他的美德 要彰显他的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 从救赎的目的 从救恩的目的 以及从创造的目的来看 神的荣耀 是我们被造的目的 人造被造 就应该为着神的荣耀 一生以神为乐 并且一生要为荣耀神而活 当人去实现遵守神的命令 按着神的吩咐去 以他的名 以他的尊容 为我们人生最高的价值 和享受的时候 其实人就可以享受 与神相交里面正常的 那种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但是问题是 人偏离了这个目标 人自己在神的命令 神的启示之外 在上帝自身之外 又另立其他的目标 把从造物主上帝自身 转移到被造物 身上来寻求这个价值 寻求快乐 所以上帝说 园中树上的果可以 随意吃 吃的日子 只吃上恶果 树上的果子不可吃 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不管是涉及到一个 可不可以做的问题 当人满足于神 与神的关系 满足于听神的话 这本身就是生命和幸福 和快乐的真正的源头 神自己就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问题人被诱惑 人试图离开神 不听神 然后按照自己认为的观点 和想法判断 结果以被造物 作为自己生命的目标 公然违背神 结果人自己自欺欺人 结果人以为魔鬼的 这个话的柄是真实的 上帝所说的话是虚谎的 反而人去同意 赞成这样的错谬的观点的时候 人决定自己判断 是对是错的时候 人就陷入到了 这个罪和死亡的里面 偏离了被造的目的 所以弟兄姊妹 从这种创造的目的 和救赎的目的 创造的目的失败之后 上帝用救赎再创造 重新恢复 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之后 除了我以外 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我雕刻偶像之外 就吩咐了这个 因为当时这个有多神嘛 而且拜偶像嘛 那对于新约的百姓来说 如果没有这两个诱惑呢 第一个命令 其实就是让我们 尊神的命为圣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命令 所以我们想到 主导文第一句话教导 愿人都尊你的命为圣 是基于这样的大的 从创造 从救赎的这样的计划 这样的目的来 恢复我们存在的目的 恢复我们存在的价值 来做祷告 所以这个祷告不只是 上帝教导我们 让我们有个祷告的题目而已 而是教导我们思考 我们人生之为人 人蒙救恩成为神的百姓 我们作为这种存在 我到底谁 我和神的关系 从创造的目的 从救赎的目的来思考 这个就应该成为我们 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成为最重要 最关注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开始正式讲 这个愿人都尊你的 名为圣 我在这里面插了一个 有必要性的 基于加尔文牧师 前面教导的内容 给大家一个做一个 整全性的思考 一个基础性的思考 因为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 不要只是处理表面现象 某一个片面的一个问题 因为那个片面的问题 始终是离不开 神是谁 我是谁 我和神的关系 在这样的关系里面 看神的计划 来处理每一个伦理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 这是一个基督教世纪观为基础的 这种思考方式 那首先我们看到 这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这个祷告 实际上提出了 这句话提出了 祷告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这样祷告 实际上表明了 我们一个巨大的耻辱 为什么这么讲呢 反映了我们的忘恩负义 反映了我们忘恩负义和我们的恶意 因为我们忘恩负义和我们的恶意 会损害上帝的荣耀 我们大胆任性破坏上帝的荣耀 那这句话我们可以想到的 就是罗马书第一章 十八节到二十节里面 已经说到了神的永能和神性 已经明明可知的 为什么 上帝已经借着所造之物 已经显明在我们心里和被遭记了 只要我们睁开眼看就能看见 这个不变自明的 只要我们心里面思想里面 就可以知道 这个在我们里面已经撒下了 神存在 宗教的种子 人是没有办法否认神存在 无可抹灭的这个良心当中的见证 但是问题后来 为什么这些人呢 人堕落的人呢 明明知道神的存在 却没有敬拜神归荣耀神呢 后面说到明明知道 却故意不认神 故意压制之神 故意转离神 故意拜偶像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人的一种忘恩负义 明明知道造物主 却不拜造物主 不归荣耀给他 恶意什么 不是因为无知 而是因为恶意 明明知道他 明明知道是神 却不归荣耀他 反而去拜偶像 故意去背逆神 所以我们看到 人的忘恩负义和人的恶意 其实就在损害上帝的荣耀 夺去了 本该归给神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内容 也可以想到 包罗所有的不信的人和信的人 其实我们不信的人 其实就是忘恩负义 他们不认识吗 否认识 恶意 那其实这样的毛病 基督徒也有 基督徒也有 忘恩负义 虽然不能说像不信的那样的 那样的故意不认识 但是某种程度 基督徒也往往是故意不认识 因为有些事情是 神已经不仅是借着这个大自然 借着我们的良知 这所谓的普通启示 或者是一般启示 上帝更是多次多方的 借着圣经多次的教导我们 借着传道人 借着牧者 不断地提醒我们 让我们不可忘恩负义 让我们纪念主的恩典 让我们感恩报恩 但是我们仍然过着一种像 无神的那样的信仰生活 其实我们的罪 是无可推缺的 我们已经比那些天然人 亚当的后裔 天然的亚当后裔 没蒙恩的人 我们蒙了更大的光照和恩典 所以如果我们再不归荣耀给神 其实我们犯的罪的性质 比他们更加加倍 更加忘恩负义 更加邪恶 我们大胆 任性 会破败上帝的荣耀 明明上帝的道教导 我们应该顺从圣灵 顺从祂的教导 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偏心几路 追随自己的私欲 效法这个世界 仿佛一个无神论者一样 过着一种实践的自然主义的 无神论的这样的生活 所以这是当这个教导提醒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实际上他在提醒我们 表明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耻辱 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 将上帝的荣耀 理所当然的荣耀归给他 反而是忘恩负义 甚至邪恶的 人的不敬钱并不能遮盖神的荣耀 然而尽管不敬钱的人 不敬钱的我们说到 那个是以旧约为背景的话 以色列百姓当中 那些故意不认识神的 邪恶的人 不敬为神的 藐视神的律法的人 其实很多我们基督徒当中 也是这种不敬钱的人也多 所以按理说正常的情况下 基督徒被称为敬钱人 这个敬钱不是指我们生命的那个 你成圣的程度 是指我们分别为圣了 敬为神的这样的一个统称 敬钱人 所以就是基督徒的意思 这是药义里面使用的习惯的用法 那然而尽管所有不敬钱的人 都会爆发出那种亵渎的愤怒 那后面会提到 亵渎与敬钱就是正好相反 敬钱正好相反 他们不敬钱 所以实际上就是亵渎 当我们不归荣耀给神 不照着神应该受的尊敬 就是尊敬神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在亵渎神 我们就是在妄成神的名 但是即便他们这样的去亵渎神 不归荣耀给神 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但是上帝的名的圣洁 仍然闪耀 这一点不光是第一 从这个被造界 我们说自然 自然界 自然界 因为人不造 人不归荣耀神 没关系 自然界还在彰显神的荣耀 甚至石头 小鸟等等 花草树木 这个整个世界 就如同一个大 彰显神荣耀的大舞台 在默默无声的 朱天素说神的荣耀 穷藏传扬他的手段 第二 即便一些不敬钱的人 亵渎神 不归荣耀神 但是仍然有敬钱的人 敬钱人 这个诗篇 这个加尔文牧师 就引用了诗篇 四十八篇 十节里面内容 这个说到了 神啊 你受的赞美 与你的名是相称的 直到地级 你的右手满了公义 其实这里面 前面就谈到了一些恶人 如何如何 恶人纵然不归荣耀给神 但是神的百姓 仍然有认识神的人 体会到神的恩典 仍然将神名字当归给的赞美 归给他 与你的名相称的赞美 归给他 称赞神手中的工作等等 所以即便有这样的不敬钱的人 去亵渡神 但是仍然不会使上帝的荣耀 受到辱没或者是亏损 所以弟兄姊妹 顶多有一些人这个掉队而已 在荣耀神的本分上 他不敬本分 他被甩掉了而已 他个人在神的计划当中 他个人性失败 但不意味着神失败 不因为这是我们不赞美神 我们不适奉神 就好像全天下就没有人爱神 不适奉神了 往往在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错觉 有一些不敬钱的人 他们以为 我好像这个 我不是奉神 这个我 我不这样 不那样 这个好像教会就 这个神的家 可能就是如何如何 运作不下去了 这种想法 这是最愚蠢 最大的错谬 这个上帝 上帝这个 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 那个时期 亚哈时代 从王到百姓 堕落很多 纵然上帝隐藏了 这个七千人 未曾像巴里屈膝的人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 神在外邦当中 以色列人瞧不起的 什么萨拉法的寡妇啊 等等 然后什么这个 一些外邦的人 反而寻求神的救恩 寻求神的荣耀 盼望神 像什么 这个 萨拉法的寡妇 还有这个 乃曼啊等等 这些人敬畏神 是吧 虽然他用的是 异教徒的方法 收了一些土 带回自己的本土 从此以后 不再这个拜偶像 他甚至承认 自己曾经因着无知 扶着王在那个偶像庙里面 拜了拜 所以求神赦免那个罪 所以弟兄姊妹 在那么黑暗的光景当中 上帝去兴起那样的事情 甚至上帝对犹太人 不敬前的犹太人说 你们不称颂 将来有一天 这个石头要起来称颂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一点对人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和警戒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在神的面前 泄漫和松散 抱着这种不幸的恶心 好像这个如何如何似的 不敬前的人 纵然他们这个亵渎神 但是上帝的名字仍然得到荣耀 不但如此 我们看到上帝也恢复人 恢复人荣耀神的这样的恩典 就是人堕落了嘛 人不归荣耀给神 人也没有力量荣耀神 所以但是上帝却赐下这样的恩典 来恢复我们 因为前面说到这个不敬前的人如何如何 但后面说神也会怎么怎么样 因为怎么呢 上帝自己会使人认识他 上帝使人认识他 那认识他的所有的地方都会 因着他各样的美善就展现出来 当上帝向那些不认识他的人 显明自己的美善和恩典的时候 全能啊良善啊智慧和公义 连绵真理的时候 那他就一定会使这些人激发他们 使他们产生对神产生这种千镜 激动他们去赞美他 上帝绝对有办法 兴起人来侍奉他和赞美他 所以弟兄姊妹 问题是我们是不是 按一般的角度来说 我们已经听了福音对不对 我们已经听了福音 理所当然我们应该成为体会福音大能 相信福音 体会福音大能 经历上帝的救赎的恩典 然后甚至在每一次学习真理的时候 也更多的认识到神的这个恩典和作为的时候 应该他的话就能够激励起我们 对他的敬爱和赞美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 按理来说 我们应该是这个上帝使我们认识他的 我们是这些人 应该是 基督徒应该是 所以弟兄姊妹 大家要听到这样的内容 就是要反思自己 我到底是不是这个行列的人 不要把自己从这个行列里面 抠理出来 那上帝使人认识他 那我是不是是其中的人 那至少按照道理来说 信耶稣嘛 我们都是基督徒 理所当然我们是认识神的人 对不对 只不过是可能每一个人认识神的那个程度 差异而已 再加上前面我们说可能是 有的时候是这个忘恩负义呀 或者恶义呀 或者追随自的私欲呀 就没有将神给我们的恩典 归荣耀给他 有的时候基督徒忘恩负义 就像圣经里面说妓女一样 吃了领受了神诸多的恩典 什么患难当中的拯救啊 祷告的应答呀 疾病当中得医治啊等等 上帝我们活到现在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 六十多岁等等 多少都经历神的恩典了 对不对 经历了那些恩典 应该激发我们 更加认识到神的美善 体会他的恩典 应该激励我们 更加对他的感恩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成为 那个像以色列百姓似的 出了埃及之后 不过几天几周 不到三个月 他们就迅速的忘恩负义 所以上帝对他们的评价 是很严苛的 称他们是心里 常常迷糊 静不晓得我的作为 他们天天看神迹 但是他们却不感恩 不敬拜神 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 这成为今天 基督徒的一些借鉴 记录在圣经里面 上帝使我们认识他的手 他的恩典 他的真理 他的怜悯 他的智慧 他的良善 他的全能 就应该使我们充满 对他的这种前进 以及前进 虔诚的前 错别字 激励我们去赞美他 所以人就像保罗所说的 心被恩赶歌颂神 称颂神 所以上帝赐给我们那种 恢复人 去敬拜赞美他的这样的恩典 当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的时候 不要说上帝偏爱我 只是满足于领受 好像你看我这么样 祷告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们不配得任何神的恩典 所有的都是因着神 自己的恩赐赐给我们 他爱我们的爱 他的信实 他的怜悯赐给我们 所以当我们这样想到 自己不配的人的人 却蒙了这样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到神自己的美德 自己的恩赐 去赞美他 归荣耀他 把适当的感恩归给他 才是 然后第四 尊荣神的这样的祈祷的责任 我们有这样 祷告尊荣神的这样的责任 因此既然上帝的名字 在地球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荣 还有很多人去不认识神 还有很多人背离神 侍奉偶像 虽然有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 但是很多人都是祈福的 都是自私的贪婪的 拜我一向日的信耶稣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去真正的去感恩归荣耀给神 侍奉神 所以在这个地上 仍然上帝的名字 没有得到应有的尊荣 而且我们也没有赋予 这个主掌那圣洁的能力 所以呢 至少我们 既然我们没有这个 赐予我们这种能力 去掌控这种能力 我们自己内在没有这种能力 但是至少呢 我们有责任 让它成为我们祈祷的主题 所以虽然我们软弱 其实主导文 我们之前多次谈到奥古斯丁 这个他给我们提到了 非常智慧的这个 关于祷告的这个教导 他说当上帝命令我们的时候 不是意味着我们能做 而是教导我们应该祷告什么 求什么 当上帝命令我们彼此相爱 当上帝命令我们要 往普天下传福音听 不意味着我们能爱 我们能传福音 凭着我们自己 而是教导我们缺乏什么 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求什么 所以当神命令我们 往普天下传福音给外面听 当神命令我们彼此相爱 当神命令我们去 不要爱这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我们靠自己 无法完全遵守的时候 正是我们在此祷告的时候 主啊给我力量 去能够活出这种爱 能够去担当奥古斯的使命 能够去胜过这个世界 所以当主导文教导文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你心里面 不够尊主为圣 那正是至少你要知道 你能够活出这种生活 你需要恩典 所以应该意识到 我们至少应该尽上 这个祷告的责任 在祷告当中 强烈地意识到 我们应该尊荣神 但是我们自己又 无力尊荣神 主啊帮助我 给我恩典去尊荣神 让尊荣神成为我的 祷告成为我心中关心的事项 第二 那这个主导文呢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实际上是在教导我们 渴望神得照当得的尊荣 人在想到 或者提及神的时候 必须怀着极大的敬意 就是不可望成神的名 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都是讲到 在提及神的名字 或说到神的时候 想到神的时候 我们不可泄渎祂的名 不可望称祂的名 不可随便的 轻忽的使用祂的名字 而是带着极大的敬意 所以我说这是第三届 和主导文的第一个求 是教导的是同样的道理 在凡事上 要慎重的 虔诚的 敬意的 去表达 对神和神的名字 神的事情的一种敬意 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可慕的 应当可慕的 吩咐我们求神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实际上 主耶稣基督 是在教导我们 吩咐我们 祈求神 维护自己的圣名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当我们看见 别人不尊神的名为圣 或者看见 自己不尊神的名为圣 求上帝亲自来做工 使我们 以及使那些人 以至于尊荣神的名为圣 让神自己 兴起祂的恩典的作为 去维护自己的圣名 包括 有人拜偶像 包括离弃神 不归荣耀给神 过着一种 无神论的生活 包括等等 抵挡神的势力 神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盼望的是 上帝起来 维护自己的尊荣 使人都能够尊祂的名为 这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盼望神起来 为了自己的大名 亲自来做工 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了 上帝惊讶 无人求告 惊讶 无人实行拯救 所以他就为了自己的名 伸出自己的右手 来实行拯救 所以救恩属于 上帝是主动来实行拯救 为了自己的缘故 所以同样 从救恩论的角度来看 盼望神来恢复 为了他自己的大名 亲自来做工 让人去敬畏他 认识他 让人这种作为被造 就本该荣耀神的这种存在 不再去侍奉偶像 不再去满足追求自己的私欲 活在这种黑暗和罪恶当中 去亵渎神 反而求神来实行拯救 让神的名字 尊名 得到当得的尊崇 同时 也愿更多的人 愿上帝亲自做工 使更多人来尊荣他 那此尊敬 对立面就是亵渎 刚才我也提到了 在这个世界上 总是太过平常 亵渎是太过平常了 日常一样 每一天都有亵渎神的事情 因为每一天都有人不承认神 每一天都有基督徒下海 这个忘记神的 现今更是流行 不仅是成为日常 甚至是流行 羞辱神当作荣耀 这个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以不敬情为快乐等等 如果我们中间保有合一的敬钱 那么这个祷告就是多余的 正因为我们中间缺乏这种敬钱 所以主教导我们 让我们祷告主带着强烈的意识 要求这个 那求不只是求怨人都 别人都 包括你自己 那你祷告当中能够提到这个事情 它就应该成为我心目当中 非常看重的 而是第一个祷告嘛 对不对 第一个祷告就是在乎这个 所以我神的荣耀 已经深深地抓住我们的心 成为我们心中最大的关注点和切勿 所以才能够祷告出来嘛 对不对 人祷告一般都是祷告自己的关系事 你听基督徒祷告什么 你就知道他自己关心的都是什么 什么事情啊 自己的生意啊 自己的什么养的牲畜啊 自己的学业啊 自己的前途啊 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 要祷告 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了五年十年 总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祷告 根本不被神的荣耀和旨意所触动的话 这个基督徒就信得比较低级和可怜啊 说明他对神的福音 对神的认识还是停留在这个非常肤浅的程度啊 属灵里面还是婴孩 他们只是关注的是自己的眼前的需要去看不见 作为上帝赐下救赎恩典 给他 渴望他作为人应该追求的更大的 更好的那个神 要赐给他赏赐的恩典啊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正因为教会当中 我们中间就是基督徒当中 这种敬钱是缺乏的 所以主教道是刻意提醒我们 先求神的荣耀 说明这种祷告啊 是被忽视和缺乏的 神的荣耀的事情 可能没有占据我们心中最优先的地位 所以祷告提到这个是提醒我们 我们应当渴望神得到尊荣 也就是说神的荣耀 应该成为我们内心当中最大的渴望 只有神的名与他一切的名分别出来 将神的名和其他的名 就是说我们可能看中很多其他的荣耀 其他的东西啊 应该把神的名分别出来 最看重的就是神的名啊 看到这个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是唯一的名 是不只是带来唯一救恩的名 这个神的名字嘛 所以我们应该将最大的尊荣和爱戴归给他才是 将荣耀单单的归给他 这才是尊神的名为圣 因此此祈求吩咐我们 不仅要恳求神维护他的生命 不受任何藐视和侮辱 也恳求他使全人类都遵从他的名字 所以这个教导其实吩咐我们 要恳求神 不但如此 圣经启示我们尊荣神的最高权威 圣经是启示神最高权威 为什么这么讲呢 既然神 他部分是透过他的道 他的话 也部分透过他的作为 比如创造和救赎 来彰显他自己 诸天素说神的荣耀 这个他们被动的 就存在本身已经彰显神的荣耀了 那个神所创造的智慧和全能的 这个外有 人是主动的背叛神吗 自然界没有主动背叛神 所以自然界仍然在彰显神的荣耀 虽然因着人的堕落 都陷入到罪里面 但是他没有什么主动的背逆 什么反叛神 不归荣耀的神 所以小草在 作为草健康的成长 小鹿作为小鹿正常的成长 小溪石头蝴蝶等等 所有其他非人格的存在 人类之外的其他所有的背叛物 都在彰显神的荣耀 无声无息 无言无语 诉说神的荣耀 这是上帝借着他的作为 当然上帝也透过他救赎 作为彰显神的荣耀 同时上帝也借着他的道 除非我们这两方面都 在这两方面透过他的作为 透过他的道 来将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接受他 从他而来的一切 赞美他的公义和怜悯 否则就没有从他的为生 我们透过他的作为 透过他的话 透过他的作为 他拯救我们的作为 给我们的恩典 他创造的作为 也给我们什么日用的 两食身体等等 应该贵荣耀给他 同时他借着他的道 特别的启示 而这个道呢 特别是透过圣经 圣经 借着他种种的作为 已经给我们留下了 印下了这个荣耀的标志 我们刚才也说到 整个宇宙 整个被遭记 是上帝 充满了上帝荣耀的 这个舞台 所有的地方都印上了 神荣耀的印记 证明神的作为 一切都是属神的 荣耀他 所以我们应该 透过圣经里面 圣经是权威 最高的权威 透过一般启示 可能我们 模模糊糊地 看见神的存在 不足以认识神的 这个公义和怜悯 但是透过圣经 我们就知道 上帝在福音里面 彰显出他的公义和怜悯 就比在被造界 彰显出的那个亮光 更大 所以因此呢 我们应该 透过圣经的教导 更加归荣耀个神 并且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阻挡我们 去歌颂神的 一切的护理 一切的掌权 一切的通光 所以我们 透过圣经的教导 我们就无可对位地 应该去尊荣神 所以有一天 假如说上帝问大家 你在地上 为什么没有尊荣我 没有心里面尊我伟大 明明已经借着圣经 或者借着我的仆人 教导你了 你已经某年某月某日 多次读到那段经文 某年某月某日 上帝已经借着 多次多方的 你的仆人 教导了这样的真理 你为什么 视而不见呢 听而不闻呢 是吧 你没有办法辩解嘛 对不对 现在这个摄像头 什么 有监控哈 某些国家 这个监控很厉害的 无死角 全球无死角 等等 即便无死角 也有死角 对不对 但是上帝有一天 如果 见察我们 不只是 用那种 4D的那种视频 甚至 配上这个声音 甚至我们内心的动机 都可能扑露出来 显明出来 在我 造我们的主面前 我们内心都是赤路敞开的 没有什么意念不显露的 所以我们虽然不是惧怕 因着惧怕才荣耀神 但是有的时候 神这种审判 却提醒我们的散漫 免得我们过乎轻慢 过着一种像无神的 不敬钱的 不认神的人的生活 所以想到主的再来 和严厉的审判 对我们这些 仍然残留着败坏的本性 过着散漫 自私自爱的这样的生活的人 是一个极大的提醒 第三 同时呢 这个命令也在 吩咐也在暗示 我们应该有的盼望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其实也在暗示 我们应该具有的盼望 所有玷污其名的 不敬钱消失 什么意思呢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我们盼望着 所有那些不敬钱 辱莫神的名字 拦住神 名字得到荣耀的 这些事情都要消失 我们盼望这样 另外一方面 这个错别字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此祈求也暗示我们 以下的盼望 即 所有玷污此名的 辱莫神名的 这个不敬不前 完全被消失 那些抵挡神的 不敬钱的 辱莫神名字消失 一方面那些不再 不敬钱 不再辱莫他的名字 并且所有隐藏和 损害他荣耀的一切事物 一切污蔑和辱莫 他荣耀的 都全部窒息 一种是 玷污他 另一种是遮盖 损害 甚至更邪恶的是 辱莫 污蔑 辱莫 侮辱上帝荣耀的事情 所有与神的荣耀 妨碍神的荣耀 狄大神的荣耀 辱莫神的荣耀 遮盖神的荣耀的 所有的事物 都要窒息 消灭 愿人都尊灵了名为圣 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包含着这个意思 不只是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里面所有 妨碍神荣耀的东西 主啊 愿意除去这一切 所有妨碍神荣耀的 我的私欲 我的野心 我的无知 我的愚昧 我的偏心己路 我的骄傲 我的傲慢 我自己的饼 我自己的人生目标 所有跟上帝的旨意 没有关系的 不考虑上帝的国度的 不以上帝宏观的计划 来考虑自己人生的 所有这种悖逆 顽梗 这种邪恶 主啊 都从我的生命当中消除 让我整个人生 我的小我 我的心我 应该成就在神的大国里面 在整个神的 万有都在他的掌管当中 有什么不是属于他 不是属于他的呢 有什么不应该是不顺从他的呢 难道我的人生就可以从神的 整个王权里面抠出出来 由我自己指派吗 这是人的愚昧啊 这是人的无知 所以 人总是害怕 一旦把我的人生献给主 我的人生就毁了 错 大错特错 圣经正好教导的是相反 亚当试图自己 掌控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他的人生反而是糟糕的 是被咒诅的 是恐怖的 是堕落的 反而这个基督来 凡事顺从你的旨意 不求自己的意思 他反而成为了第一亚当失败的 幕后的亚当成功了 不仅他自己 所以福音的原理就是这样 当我们越舍弃自己的时候 反而救了自己 那些想要救自己的 反而失去了自己 失丧了自己 这就是福音的原理 那些自私的贪图自己的幸福和开心 追求自己眼睛当中的 那个那点宝贝 那种价值 那种梦想 那种人生目标 不肯让上帝主管自己人生的 不肯让主做自己主的 他们这些人 不但自己的梦想可能会失败 即便他成功了 他可能一生最终结局就是下地狱 因为他一生过着都是自私的 自己主管的 根本跟耶稣没有关系的 这样的人生 你说一个人信了耶稣 却不让耶稣主管的人生 这叫什么叫信耶稣 对不对 这次我去中国南方某一个地方 探访一个教会的时候 跟他们谈到的时候就谈到了 有没有可能 一个人信耶稣 只让耶稣做出救主 却不让耶稣主管的人生 回答的答案很多 绝大部分人可能都认为可以 但是我说那种现象 那种事情在基督的教导里面 找不到丝毫的根据 圣经里面有没有一种信徒 不是门徒的 有一种人寡信 不追随基督的 不为神给基督的 不存在 圣经里不分凭信徒 门徒 只 只区分信的和不信的 有一种人信了耶稣 追随耶稣的人 这叫信徒 或者说门徒 只不过是门徒当中 又区分出来使徒 那是特殊的那几位 一般的人 称信耶稣的人 都是基督徒 信徒 门徒 或者换句话是圣徒 哥林多教会里面 保罗称他们为圣徒 所以没有一个可以说 我管信 然后我的人生 不由耶稣来支配 那他就不是 不可能让耶稣拯救他 除非你将你的生命交给主 不然你就不可能 耶稣不可能成为你的救主 我们是受到了这种 现代这种所谓的 一些不符合圣经的 所谓的门徒训练的 一些课程的读塑 我们不说他们的动机不好 他们的训练不好 但是他们的很多训练是 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是 和圣经冲突的 第一点就是把信徒和门徒分开 这个是很要命的撒旦的轨迹 让一些人错误的认为 让他们做门徒吧 他们去侍奉神 我就可以做信徒 根本不存在这种区分 门徒训练顶多是让我们 做一个真正的信徒 或者是某种程度 让我们重新重视 那个原本忽视的 委身给基督的 做主门徒的 一般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注意 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 我们真的心里面 愿意遵守第三界 我们真的心里面 认识到神的威严和尊荣 我们心里面真的去爱慕 这个尊严和温柔 所以我也盼望 所有的人应该照着 神应该受的尊荣 去尊敬神 敬为神 除非传道人是瞎子 不然他一定会拼命地呼喊 去吩咐 去教导 让信徒去委身给这位圣洁的上帝 除非这个传道人是 故宫 吃饼得饱 有一个饼 有一个工资领着 自己吃饱了不饿 复言了事 怕得罪人 不然的话 他一定是竭力地去呼喊 那些被盗的儿女 那些不听神话语的百姓 去回到上帝呼召 他们应该有的位置 所以传道人很重要 传道人眼睛看不见 看不见神的荣耀 传道人不敬畏神 他就不可能教导人去敬畏人 如果他教导的话 顶多是道理上 伪善地去教导 不然的话他不可能 所以传道人你看中什么 你就发现信徒忽略什么 这是跑不了的原则 瞎子领瞎子是不可能 进天国的 都会掉到坑里 因为你要想领路 你必须得看见 是吧 上帝呼召一些人 先让他们看见神的荣耀 以色亚 彼得 使徒约翰等等 报罗 都看见了神的荣耀 所以他们一生都愿意 为着神的荣耀 付上自己的生命代价 看见神的圣洁 自己的污秽 求神的赦免 同时他也看到很多 那些 当彼得认识到自己是罪人 认识到主是主 不是一个拉比老师而已 他祈求主离开他 他是误会罪人 耶稣却对他说 你以后得人了 什么时候开始跟他讲 你开始得人呢 不就是他认识到主是主的时候吗 因着认识主 他才发现自己是误会的罪人 然后主啊 离开我这个罪人 对不对 这个原理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的 所以一个传道人蒙昭 不只是读了神学院 现在考核其实很简单的 确认一个人到底有没有这个 木会的使命 重生的使命 可能某种程度在教会长期生活当中 可以确认 但是这种确认的制度 也不会百分之保证 各保各都是各保各的哈 出来一百个都是一百个保质量的哈 不是呢 所以意味着你走这样的流水线一下来 不必然保证你就是真的是 有传道人呼召的哈 有很多传道人是没有看见的 是瞎子 只不过赵本宣科在讲一些 一般性的东西而已 在他们心中 他们是没有看见的 对教会的理解 对群羊的理解 所以一个真正有看见 有神信息 有神看见神对教会的心意的人 他是不可能看见 教会现在这种光景 却处之泰然的 睡得香甜的 不可能的 叶利米他有些东西 他说他要讲 然后他要禁止不讲 因为有人总是讲 你为什么怎么跟我讲一些 这个沉重的信息 求你跟我们讲一些祝福的话吧 为什么老讲这么凶 凶恶的信息呢 叶利米也不傻瓜 也不是不懂社会 对不对 活那么大岁数 他当然懂了 对不对 然后别人要整死他 最后他愁苦 他说他闭口不言 他甚至连好话都不说 但是圣经描述他 他骨头当中觉得 有火在燃烧 这就是传道人 真正的传道人 真正有信息 要传的传道人 上帝将的话赐给他 他不能不传 为什么 现在的教会正在被道 对不对 所以丢子妹 逐道文 他在告诉我们什么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除非你看见神的荣耀 你知道神是可谓的 可敬的 这个不只是 被被信仰告白 被被嘴皮子上 说说基督徒 客套上的话 从圣经上 只是道理上知道 你内心当中 有没有看见神的荣耀 你对神的荣耀的认识有多少 有没有尊敬神 照着神应该有的尊敬 去尊敬他 如果你真正的尊敬他 你怎么可能礼拜 以这种态度来礼拜 是不是 吊铛铛的 带死不拉活的 你连你教授 你连你老板都不这么对待 你为什么对待上帝这样呢 你说你认识神 这个不骗傻子吗 明白啥意思吧 很多东西都好骗 唯独信仰这个事情 耍不得半点虚假 你可能对你自己不认识 对你自己的信仰的程度不认识 但是你留意 查靠下你自己的行为 你的侍奉 你的信仰 你的行为 你不要以为 我已经为上帝做了很多 照着你该做的还差远了 对不对 这个不是牧师要要求你做什么 是照着你对神应该有的 侍奉和敬畏态度 差远了 耶稣为你死 定十字架四尔复活 救赎你 就让你这样 来到教会里 松松垮垮的 然后轻轻漫漫的 敷衍潦草的 去唱几首歌 然后走个场 然后就做完礼拜了 不是那样 上帝怎么可能 得到那样的尊荣呢 对不对 我们之前也谈到了 这个Cardboard Cardboard 这个自根的意思是重量 分量 然后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做神学就是称神为神 照着神所示的去认证他 承认他 神是这样可谓的 我就应该以 应该有的态度去对待他 对不对 如果你神认识的神是可谓的 你为什么松松垮垮的 那样散漫的态度对待他吗 对不对 说明我们对他还不认识 对不对 你可能懂了很多基督教的这个传统习惯 这个什么一些什么训练的教材 背一些经文 但是你心里面是黑暗的 你心里面不认识他 你如果真的认识他 你怎么可能那么对待他 对不对 你真的去尊敬你父母的话 你让你那个 忤逆你的父母 你都不可能的 你心里面真的认识到父母养你 不容易的话 对不对 所以真正认识神 应该讲的荣耀 所以这个祷告说明前面不是说了吗 说明我们中间这个还是缺乏的 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当中 不是让别人尊你的名为圣 嘴皮子上行行事实 是祷告主啊 让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包括我 我也要尊敬你的名为圣 照着你应该受的尊敬来尊敬你 但是主啊 我下眼无知 我不知道你是值得尊敬的 求你让我认识你 当我认识你的时候 我就照着你该受的尊敬去尊敬你 对不对 当你真正尊敬神的时候 你看见别人不尊敬神的时候 你心里如果能还平安 那你就奇怪了 说明你这个人 可能不是真正尊敬神 当别人亵渎神的时候 侵卖神的时候 你要不着急才怪的呢 所以这个很重要 愿人都尊你那名为圣 自己先尊神那名为圣 然后他成为我的可慕 他成为我最关注 最寻求的内容 不仅是我 也盼望所有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在教会里面不敬畏神的人 包括在社会上那些还不认神的人 他们本来应该认神 敬拜神 归荣耀给神的 为着神的荣耀而活的 造成神的形现样式 如今却用上帝给他的肢体去犯罪 本来应该去释放神 称颂神的 他们却用手去犯罪 用嘴去亵渎神 所以祷告 求主除去所有 对你们有损 有压制拦阻的事情 不仅是拜我相 不仅是抵挡神的权势 这个内容包含着方方面面 第二 所有遮盖和如墨其名的信息 这里面我们已经提到了 所有有害 不归荣耀 遮盖 如墨 有一些人领受了神的恩典 他们不归荣耀给神 不知道感恩 忘恩负义 对不对 上帝给他的四肢 他什么时候真正感恩过 把四肢献给上帝去侍奉神了 有人是给他生命 什么时候为着他的心脏 正常的跳动感恩过 把心脏献给神 让他 让上帝 让心脏好好爱 心好好爱神呢 上帝给他健康的眼睛 他什么时候为此感恩过 好好用这个眼睛去侍奉神 去看神的话 去看神的家的需要 看别人的缺乏呢 对不对 用眼睛去放纵 去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满足自己的欲望 等等 这都是遮盖 已经得到了 本来应该归给神的 但是遮盖了 所有亵渎其名都被压制 那些所有亵渎神名字的事情都被压制 比如说那些邪恶的人去抵挡神的 拜偶像的等等 背离神的 不是放神的 那些事情恶都应该被压制才是 所以讲到这些事情 应该想到我们自身 然后从我们向外扩张 所以主导文 谈到了我们一些追求的目标 追求的这个价值 如果我不以他为目标 你就不要指望别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尊你的名为圣 如果不成为我自己的目标 你就不要指望别人也都 对不对 那么伪善嘛 对不对 嘴皮子上祷告祷告 其实自己都不知道祷告的是什么东西 是吧 所以成为自己的价值 成为自己的可慕 真正 可慕神的荣耀 也期盼都 是吧 是这样的原理 那最后我们做总结 那第一个祈求提醒我们 我们自己是万恩负义的人 为什么 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被造 被救赎 按照神的形象是被造的 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 并且永远以祂为乐嘛 但是我们却堕落了 没有活出我们被造的目的 上帝救赎我们 就是为了恢复嘛 所以今天的基督徒 有一不容辞的责任和本分 就是以自己 以荣耀神 以荣耀神 并且以祂为乐 应该成为我们一生 最大的这个追求和目标 如果你偏离这个目标 其实你就或在堕落当中 放荡当中 偏心起路当中 已经偏离了造物主 救赎主的你的目的 就像有一天 这个造了一个鸡蛋 这个鸡下了一个蛋 那个鸡蛋变成这个化石了 变成臭蛋了 它不能服小鸡了 或者是也不能提供人食物了 那它就废物嘛 它已经丧失了 它作为鸡蛋应该有的价值 有一天鸡蛋开始上舞台跳舞了 然后也不供人吃了 也不服小 也不产生生命了 那它已经废了 偏离了它鸡蛋这种存在的 这种使命啊 那这个祈求也提醒我们 应当凡事上尊崇 尊荣他的名 我们被造的目的 被救赎的目的 我们应该像第三界上 不可望成神的名 愿人都尊你的名 就是在一切的事上 都意识到 愿神的名字被尊崇 尊荣神的名 应该认识救恩的目的 就是使人恢复 尊荣神的生活 我们在追求愿人都尊 你的名为圣的时候 我们的基础是什么 我们是站在基督的恩典基础之上 求神给我们恩典 使我们履行这样的生活 为什么 你认识到救赎的目的 就是要恢复创造的目的 让我重新恢复那个 亚当投奔 奔向自己自主的 自己定的人生目标的 这样的堕落的人生里面 恢复过来 让我们像基督一样 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他的意思 那样的人生 去恢复那个创造和救赎的 那个目的 那这个祈求也 应该成为我们 最基本的部分 最起码应该在 祷告当中意识到 连祷告都不求的话 说明这个神的名为圣 这种事情 根本不在我们的意识里面 所以带着负担 主啊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我也能够从心里面 去尊你为圣 求你让我认识你 照着你 该受的尊敬 尊敬你 这是我最基本的本分 就是在祷告当中去寻求 那这个提醒提醒我们 这个祈求也提醒我们 人生终极追求的目的啊 祷告第一个先求的就是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神的名字被尊从 就成为我最关注的 最重视的一个目标 其实这也是我们存在的 第一目标 也是救赎的目的啊 尊神的名为圣 应成为我们最深的渴慕 所以祷告的时候 求的时候就是主啊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他抓住你的心了 他比食物可能抓住我们的心 这个题目 这个神的荣耀 神的名被高举 被尊容 可能成为我们内心当中 最大的关注点 所以当我们没有这种意识的时候 主啊 给我这种心啊 给我这种心 当我的灵 当我的心被圣灵掌管 被真灵掌管的时候 被神的恩典充满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会 体贴神的信仰 反过来 如果我们心中被自己的私欲和欲望 世界所充满的话 那么神的荣耀就成为这个 我们走在大街上 随意踏过的 一片 纸屑一样 神的名字 神的荣耀 就被我们践踏在脚下 成为我们 我们所有的价值系统 埋藏在我们价值系统最底层的尘埃当中 被忽视掉了 也深深盼望所有 有损 神尊容之士的种植 愿恶人的恶断绝 愿那些抵挡你的 都会转归向你 是吧 愿那些 拜偶像的人 停止他们的拜偶像 能够寻求神 认识神 归荣耀给神 那些抵挡神的政权等等 盼望他们都能够 皈依到上帝的面前 像启述里面所描述的 神在列国列邦当中 用血买来的百姓 聚集在神的宝座面前 去圣灾圣灾 称颂神的时候 那个时候 神的名字得到最大的荣耀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讲 关于祷告的第十四讲 主导文的第二个求 愿你的国降临 四十二节 我们这个时间 一起来祷告 嗯哼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